张伯芝全程素颜拍完这部电影 美丽不减半分 她在片中饰演的是这个孤苦无疑的年轻女孩 白兰 母亲去世后 她只能飘洋过海 到韩国拖奔亲戚 来到信上的地址 却被告知 他们已经移民家那大一年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回去一无所有 在这里也一无所有 白兰不知如何是好 身上的钱花光了 她走在路上 看到对面建筑的广告条上印着希望 希望人力介绍所 她走了进去 说想赚点钱 可她没有签证 没法留在韩国 介绍所的人看她长相清纯 让她将扎着的头发放下 外貌是她很大的一个优势 他们愿意帮她解决签证问题 找一个缺钱的混混 让两人假结婚 这样白兰就能留下 找的混混名叫江吉 为了拿到钱 结婚就结婚 她在门口瞄了眼白兰 闲到手后转头就走 只留下一条难看的红色围巾 给白兰当作结婚礼物 她回到影像店继续出租录像带 混混做成她这样 也是失败 和她一起从贫民窟出来的兄弟 已经当上了老大 她那个买条鱼船回家乡的梦 还一直遥不可及 她就这么在影像店得过血过着 警察就找上门来 因为贩卖影片给未成年 她被抓了进去 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游戏厅顺眼 她的凶狠只敢对着不懂事的毛孩 对着一起长大 已经成为老大的兄弟 却一直点头哈腰 她回到影像店 这里早已坏人了 无处可去的她 只能回到那个又葬又破的出租屋 和同样一事无成的室友玩着摔跤 她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收债 却念及现前的老板娘对自己有恩 一直不愿意下手 小年轻直接泼汽油在地上恐吓 还说她就是个废物 连个老女人都搞不定 将其冲上去就将其打了一顿 她冲动劝仁慈 实在不适合当个混混 就连兄弟都劝着 你不如回家打鱼吧 将其知道自己一事无成 就又不想做出改变 她阴影而尽的时候 兄弟发现自己的仇家找上了门 她一怒之下追了过去 把人狠狠打了一顿 结果因为下手没轻没中 仇家被打死了 兄弟不想去坐牢 要是被抓了 一切都完了 反正将其无牵无挂 还有案底 兄弟开出一条渔船的条件 让她帮着顶罪 她回去想了想 十年换一条渔船 也值了 要是靠自己 怕是这辈子都玩不成这个梦想了 她答应了兄弟 但钱得先打到账户上 第二天 将其洗了个大澡 打算洗漱过后 就去自首 却不想 警察直接找上了门 她觉得有些诧异 却从他们口中 听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白蓝 结婚两年 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妻子 再次相见 是在殡仪馆 妻子去世了 是病死的 她本以为两人只是挂名夫妻 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 却没想到 会让自己招惹上警察 她埋怨着这个陌生女人带来的差距 却又不得不去当地警局 解决她的身后事 为了应对提问 她看了白蓝的照片 也试着开始去了解她 这才知道 她这两年 过得有多不容易 和将其结婚后 白蓝有了屈留权 跟着介绍所的人 来到一家舞厅 听到外面传来女孩的求救声 她知道 自己陷入了困境 为了逃出去 她躲进厕所 将腮帮子咬破 在和老板打招呼的时候 吐出一口鲜血 老板以为她身患疾病 被吓跑了 介绍人无奈 时好将她安排到一家洗衣店 洗衣店的老板娘 一开始不喜欢她 因为白蓝的海语不太好 跟她说话 就像对牛弹琴 但还是将她留了下来 她有了住的地方 有了工作 这里很狭窄 起居也不方便 从水龙头流出来的水 都是袖色 在水深的掩盖下 白蓝终于可以放声大哭 她起了个大早 不停地干活 老板娘都不禁感叹 她就像是人体洗衣机 她不再对她抱有偏见 还交得寒语 白蓝很是感激她 对自己的照顾 让一无所有的她 有了容身之处 和江琪的结婚证明 打发了来普查的警官 她就像守护神 能让自己好好留在这里 白蓝每每看到她的照片 都很有安全感 于是用一个小像框表了起来 在学习韩文的她 开始拿出纸笔 给江琪写信 只是这些信 从未寄出去 看着看着 写着写着 她爱上了这个男人 在脑海中的她是完美的 白蓝对她的感情 也是纯粹的 她经常带着她 送的红围巾出去宣传 还去超市买了两把牙刷 她瘦了好多 因为工作太过劳累 熬着熬着 她生病了 这次吐出的鲜血 是真的 她想去看病 但没有钱 辗转反侧营业后 她找到介绍所老板 希望她能借点钱给自己 老板也不是做私善的 她线下的中介费 还没有还完 她说自己生病了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借钱不用谈 要还的钱 每个月都不能少 白蓝无言以对 眼泪滑落时 她点了点头 表示礼貌的感谢 她很想活下去 但谁也没有义务帮她 她很害怕 不知该找谁倾诉 她想见江琪一面 于是按照地址 找到她在的影像店 她紧张地站在门口 反复练习着 我是白蓝 刚准备进入 就看到她卖影碟给魏成年 警察将她抓走 她站在车后 泪于宁烟 她没有再见到她 只能将一切的经历 思念和爱意 写在信里 她的病越来越重 一个月后 最后离开人世 将其在车上打开 她留下的信件 看到最多的 就是感谢 她谢谢自己娶了她 也谢谢在韩国遇到的所有人 说她们是善良的 江琪是最善良的 没有她 她就无法留下 江琪看着信件 觉得她就是个傻妞 这么多年来 她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夸赛 距离她所在的地方 越来越近 江琪开始感到紧张 她突然跳下出租车 买了套仓服 晚上 她见得介绍所老板 老板说起一个月前 病状的白蓝找到借钱 她拒绝了 她冷漠的语气 让江琪很是不满 如果白蓝是她的女儿 她还会说得那么轻松吗 夜晚 江琪无法入睡 作为一个男人 她的一生过得真糟糕 愿意为朋友去坐牢 老婆也死得不明不白 真是可笑又可悲 第二天一早 她来到警局 愁愁着要不要进去 想着一会儿 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警察只是照例地 问了两个问题 根本没空听她说故事 就将案子结了 一个生命的结束 就这么简单 江琪觉得很是奇怪 她在警局大闹 朋友觉得她是疯了 在灵堂上 江琪将白蓝的照片放上 花圈摆上 她看着她的照片 静静地坐了会儿 查看遗体时 江琪不敢睁眼 朋友以为她在演戏 她却低着头 说不出一句话 她就是个败类 她美得像天使 她说 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说完之后 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真的是狗屁不通 她亲眼看着她被火化 介绍所老板说 她演得真好 她气得把她揍了一顿 抱着白蓝的骨灰 回到洗衣店 老板娘看出她是江琪 气得大嘛 白蓝等你等得好苦 你怎么忍心从不出现 老板娘的痛哭 让江琪的心好瘦了些 起码这个世界 还是有人关心她的 老板娘将一封信 转交给江琪 那是白蓝最后的时间 在医院写下的 江琪坐在海边 细细地读着这封 写给她的情书 白蓝在信中说 自己爱上了她 这种相思 也让独自一人的生活 更加难熬 她可能在生前 无法再见到她了 只能用江琪 妻子的身份死去 她只有最后一个请求 那就是在自己死后 她能来看看她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都在道歉和感谢 抱歉自己 没什么能留下的 也很感谢 能成为江琪的妻子 看完现在江琪 大哭不止 她抱着白蓝的骨灰 去见了兄弟 说自己无法再替她去顶罪 因为决定好了 要回家乡 她回到出资屋 收拾行李 在录像带盒子里看到 白蓝去海边玩耍 是记录下的片段 拍摄的人说 这段视频会寄给你的丈夫 要不给她唱首 你最爱的歌吧 她羞涩地哼起了那首爱情 江琪听不懂 却还是面露微笑地听着 画面中的少女 灵动美丽 嘴里唱着 爱你 爱着你 身后一个黑影逼近 把江琪勒住 她在白蓝的歌声中死去 骨灰也散落一地 兄弟没有放过她 她和白蓝 也即将在另一世界相遇 想起她们的初次相遇 是因为离别 送别的时候 却是相遇 就不禁感叹命运弄人 她们从未面对面地交流过 因为光是应对命运的狠心 已经让人难以成熟 但她们都在无形中 成了彼此最大的精神寄托 未见的遗憾 就在最后的决绝中消散 这份纯净美丽的爱 就如同白蓝一样 花七岁短暂 真挚 却也坚真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